現在要如何防止不肖業者回收廢食用油做成黑心油呢 台北市長郝龍斌昨天建議要比照國外在廢食油裡頭加入有泄藥作用的碧麻油 任何加工精緻過程都沒有辦法除掉的 那麼現在呢 黑心油連環報 部分的藍營人士也都很擔憂 會重挫年底選情 連勝文陣營甚至拋出了島漿議題 拱郝龍斌出來接隔魁 至於他則回應 中央跟地方要團結起來 來盡快解決黑心油的問題